大家好,我是Stan 看来最近不管是都能当idol 连个实力都没有,为什么能成为idol呢? 练习了几年呢?看来还需要多恋恋 大概看一下也像个很快就会消失的团体 对长相有自信吗?好像是需要整整型 跟一般人有什么两样?看来搜索公司要浪费钱了 在听到这些恶评后,Blingling的一位成员也掉泪了 虽然在该影片的结尾,有公开影片里的恶评 都是根据新人团体常常说到的恶评类型而编写的内容 并不是针对Blingling的恶评 但是Blingling成员们拍摄的时候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在拍摄结束后有向他们解释 该影片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恶评是潜在的杀人 竟然想要造成成熟的网络文化而制作的 整理一下就是,Blingling成员们在听到恶评的时候 都以为是针对他们自己的酸言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哇,这对听的歌手们,说的孩子们,不都是暴力吗?太恶心了 是疯了吗?干嘛要做这种东西? 这不就只是想要给别人伤害吗? 没有事先说好就派,以为这是可以炫耀的事情吗? 就算事先说好了,心情也会很烂 没有事先说,不就是为了想看他们的反应而已吗? 这到底是从谁的大脑里想出来的呢?快要疯了 最后那个假装想要给大家教训一样的部分最傻眼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不就是个YouTube影片吗?干嘛要这么认真? 关于小朋友们给新人女团Blingling读恶评的影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庞摊松脚胆电影班的成章时 今天2021年6月13号 是庞摊松脚胆出道8周年的一天 所以就想来快速回顾一下 有如励志电影一样的庞摊松脚胆成章时 2013年6月13号 庞摊松脚以Normal Dream出道 当年获得了Melod Music Awards的新人奖 2014年发表了Sangnam奖 当年也成立了粉丝团ARMY 并举行了首次的单独演唱会 亚洲巡回演唱会 2015年5月8号 以Ainichu拿下了出道首次的音乐节目的一位 而当年发表的第四张专辑 《花样牛纳P2》 首次进入了Peerboard 200的170一位 2016年 在Melod Music Awards 拿下了首次的专辑大赏 也在2016年的MAMA 获得了首次的年度歌手奖 2017年正式进军美国 并以DNA Michael Drove两首歌 进入了Peerboard Hot Pie的排行 当年也拿下了 美国Peerboard颁奖典礼的 Social Artist奖 并表演了DNA舞台 2017年也在全世界19个城市 进行了40回的演唱会 并且在年底的MAMA颁奖典礼 获得了3冠王 在Melod Music Awards 拿下了5冠王 2018年首次在美国Peerboard 200排行登上了一位 并在Peerboard颁奖典礼表演了舞台 当年也到联合国的 董部演讲了 2019年 在全世界23个城市 进行了62次的演唱会 也在Grami表演了合作舞台 2020年 发表的第四张正规专辑 登上了Peerboard 200排行的一位 然后发表的首张 全英文单曲Dynamite 首次登上了Peerboard Hot Pie一位 之后Fit的Sevige Level 也登上了Peerboard Hot Pie一位 而韩文歌曲Life Goes On 同时拿下了 Peerboard的Hot Pie 200排行的一位 2020年 庞坦所有男入围了Grami 并在Grami表演了单独舞台 然后在2021年Peerboard 颁奖典礼获得了四冠王 之后2021年5月发表的Potter 也在Peerboard的Hot Pie 排行连续两周拿下了一位 谢谢庞坦所有男7个人 一直以来的努力 只希望你们能够健康再健康 庞坦8周年快乐 Toda Hay 三小学校